你相信这些东西都是男生做的吗 皇后凤冠 金盏银台 网红菊花 热火剧中的华丽头饰 都被他还原的活灵活现 不止这些 他做过的饰品还非常多 从古代的头冠 簪簪 到现代的夹子头顾二世 各个形态优美 摇曳生姿 做出这些绝美饰品的人 就是被称为 晚差阁主小师傅的手工艺人 石子云 因为年龄小 在院内才被称为小师傅 无论是多小的物件 在他手里都能得心应手地组合起来 譬如鸡珠 旁人看来 以为只是把一个个小珠子穿起来 没啥了不起的 但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鸡珠工艺要用的珠子 是比米粒还小的珍珠 有些更是只有一毫米 要把它们穿起来 甚至只能靠肉眼 用上如发丝的洗丝 徒手把珠子穿起来 在他纤细灵巧的指尖 一朵花 一个蝴蝶凤凰 都栩栩如生 在一个个拆环上散发光彩 除了鸡珠 小师傅还掌握了花丝镶嵌 发廊等等多种传统飞翼工艺 被许多网友嘖嘖称奇 视频的创作过程 还被他分享在视频平台 很多年轻人 也因此感受到了飞翼工艺的魅力 每次动手创作 网友都非常期待抓药材环节 因为小师傅的马脑 珍珠 玉璇等等小零件 都被他分门别类装在小抽屉里 每次收集材料的过程 看着就很解压治愈 不仅如此 镀金烧发廊等等工艺过程 也让人大开眼界 尽管我们回不去旧时光 但却能在他手中 欣赏到绝美工艺 不普生香